字幕提供 俄羅斯女星安妮擁有精緻的無關 以及較好的身材來台發展後 吸引無數粉絲追蹤 日前她登上TechX舞台 講述了自己過去的經歷 她在演講中提到自己在13歲那一年 感染了可能會致命的腦膜炎囚菌 也因此昏迷了四天之久 且即便是清醒了也可能會是植物人的狀態 幸運的是換她奇蹟般的醒過來 不過仍需要做長達半年的復健 當時她在醫院每天都要吃藥打針 也無法下床上廁所 加上疾病影響到腦部 因此眼睛也都無法用力 連書和電視都不能看 唯一能做的就是收聽電台的音樂排行榜 出院後也必須繼續回診 直到27歲才停止 當時年幼的自己覺得很不公平 為什麼需要承受這樣的痛苦 不過也因為這樣的經歷讓她明白 活著就是最大的禮物 不該再浪費人生的每一分一秒 瞎